深毒一分钟,你的健康深毒管 潘吉阳主任医师,晋南大学部署第一医院精神医学科主任 到底啥是神经衰弱? 神经衰弱是一种心理疾病 由于长期紧张和压力,出现精神一兴奋和脑力一疲劳的现象 常伴有情绪波动,义积惹,睡眠障碍和肌肉紧张性疼痛等症状 我国神经衰弱的患病率是千分之十三 女性得神经衰弱的几率是千分之十五点八 男性是千分之二点三 男女患病比例一比六 神毒菌心疼见妹们三秒 神经衰弱都发生在十五到四十岁之间 偏爱青年学生和脑力工作者 画个小终点 很多人不知道神经衰弱是病 以为自己只是状态不好,扛一下就过去了 拖着拖着搞出了大麻烦 神经衰弱严重时,会导致思考能力下降,记忆力下降 甚至发展成焦虑、抑郁、经分等精神疾病 母亲,如果觉得精神不济 要及时去医院就诊 寻求医生的帮助